金管局早前预期本港银行体系总结如于二星期后将达950亿元,逼近千亿水平,本港资金充裕下,香港银行同业拆息HIBOR,亦连日下跌。 其中预案式相关的一个月拆息已连跌8日,昨日报0.86厘,跌穿1厘水平,并创2018年4月以来新低。分析预期,本港拆息会持续向下,HIBOR用家的利息支出将进一步下跌。 对楼市有一定支持作用。本港拆息昨日全线下跌,短息跌幅较大,隔夜拆息跌穿0.5厘水平,跌0.39厘至0.26厘。 一周及两周拆息跌0.34厘及0.29厘,至0.55厘及0.62厘水平。 至于一个月拆息跌0.2厘至0.86厘水平。两个月及三个月拆息各跌0.15厘及0.19厘至1.33厘及1.45厘。 港元汇价方面,昨日于7.753至7.755厘8间徘徊。 走势仍然偏强。经落案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认为, 试次一个月拆息跌穿一厘,速度比市场的预期较快。 港元流动性增加,会使本港利息亦有再度下调的空间。 预计本港同业拆息会持续向下,而至2006年有纪录以来, 一个月拆息亦曾试过低至0.05厘。 当时银行体系结余为3,180亿港元。 拆息回落,对早前部分选用拆息按揭计划供楼的客户有舒缓作用。 曹德明又为,现时市面上普遍按揭计划的封顶息率定于2.5厘附近水平。 假设以每贷款额100万元,还款期为25年计算, 若以5月5日拆息与封顶息率作比较。 如选用H加号10.24厘的拆息按揭计划。 实际息率为2.1厘。 比封顶息率2.5厘供款的实际息率相差40点指。 每月供款由4,486元下降至4,287元。 即相差199元或4.4。 全期利息开支亦由34.59万元减少至28.62万元。 减少5.96万元或17.2。 中原案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表示,由于港元流动性增加,银行同业拆息逐步回落。 与楼案相关的一个月拆息由3月高达预2厘水平降至昨日为0.863厘。 创至2018年4月16日后预2年新低。 市场主要供楼计划以HON为主。 目前使用比例达88.7%。 市场上HON息介乎低至H加号10.24厘至H加号10.3厘。 封顶息率以PON计实际息率为2.5厘为主。 由于拆息逐步下跌,HON息以跌穿封顶息率。 昨日HON息以跌至2.1厘。 变相HON用家以可享减息高达0.4厘。 每月供楼利息开支折省16%。 对于正在回暖的楼市带来进一步支持作用。 升之高,半揭转介行政总裁庄感辉清。 拆息跌至0.86厘。 以现时HON的H加号10.24厘计算。 实际按息为2.1厘。 大幅低于封顶位的2.5厘。 和两年前的息口相同。 美国无限量宽政策下。 港息持续高于美息。 吐息交易活跃导致港会走强。 监管机构已多次入市接钱。 HIBOR仍有下跌空间。 中期看封顶位或形同虚似。 预计转按活动会转趋活跃。 请不吝点赞扎子。 请不吝点赞扎子。 感谢观看封顶位或计算。 入市顶位或计算。 感谢观看封顶位或计算。 竟然位或计算FS。